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歡迎大家收聽自然調發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ya 還有我們的嘉賓 袁醫生 袁醫生 你好 是 袁醫生 你好 大家好 這個禮拜知道袁醫生 又會跟我們分享 另一種人物質的特別之處 以我所知 今次這個主角 他的性格是很特別的 他叫做南美蛇毒 這個人物質是不是 醫生 我們今天是討論 我們經常說水虎轉有108個好漢 對 好像是 我怕紅書包 其實同療法也有很多好漢 對 男男女也有 今天我們討論一個療劑 那個拉丁文叫做Lecasus Lecasus 其實是一種南美大網蛇 一種毒的 一種毒液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叫做南美蛇毒 其實Lecasus 是一種大網蛇 一種大網蛇 南美大網蛇的名字 好了 這個故事就起源 我們先聽聽聽 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在美國的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叫做Constantine Herring 叫做許寧醫生 這位醫生是一個德國人 早年移民去美國 同類療法醫生 是一位很有名的醫生 他早年去南美洲 去工作 他很喜歡搜集動物的標本 植物 動物 這是其中一個專場 他在那裏發現 當地有些人提及 原來當地一種大網蛇 是很毒的 那些人見到就是文蛇 很害怕 喪膽 好像見到一種 見到牠就會死 許寧醫生聽過這個資料之後 他作為一個科學家 一個探險家 他們很想試一下 不如我可否拿到蛇毒來做實驗 你知道 同類療法 我們用的同類療劑 全部都是真正做個人 以人做的實驗 我經常說 為什麼同類療法的本草綱目的資料 這麼可靠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人做實驗 不是用動物 也不是用病人 而是用健康的人做實驗 通常找一些健康的人 是接觸這些物質 或者是進食也好 接著就看健康人的反應 其實同類療法的肆藥 是一個過程 叫做藥物實驗 英文叫做Proving 當時距靈醫生去南美 向當地的土人提出這個要求 你有辦法幫我捉到這隻蛇 幫我抽取毒液 那些人都說 這個人真是神經病 算了 你能付出錢 我就盡量幫他做 於是他們捉了一條大的蛇 就將他放進竹籠裡 他也幫許寧醫生擠出蛇液 你也知道 你也抽取蛇的蛇 那些蛇的蛇毒藥 許寧醫生得了蛇毒之後 那些土人交了差後 就走也走不走 就算了 連那些蛇蟲 那些蛇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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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蛇毒 那些蛇毒 就站在研究 以及製造同類療劑 當然 在接觸過程 他一旦聞到 或者蛇液的不小心被蛇毒 那樣 他於是整個人 就進入抽筋的狀態 又發燒 又大汗 然後就是神昏尖語 即是神之不清 然後他就昏迷了 幾個小時之後 他就醒了 他就問他的太太 當時他的太太陪著他 雖然其他人都走了 他說 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當時有什麼症狀 即是有什麼症狀 於是他太太 就將他當時看到 許寧醫生 接觸了蛇蟲 蛇毒之後 身體出現了表症 其實這就是我們在同類療法裏 是試藥的方法 許寧醫生在當時 又收拾了 大概90葉子的症狀 當然 這個症狀不是他自己的感覺 他亦是被那些人服用之下 當然他不會被毒藥的朋友去用 同類療法 永遠是把本來的物質 他就不斷稀釋 可能是一百分之一 然後撞擊的容液 可能是二、三十下 大撞擊他 即是手掌伸地拍 不斷稀釋 稀釋到基本上 可以說成分是很少的 可能只有幾個分子 可以說是沒有毒性之下 他就會讓一些人去試用 試用之後 他就會叫人記錄他的感覺 各種症狀 結果他收集了 成九十葉子這方面的症狀 當然 他製造出來 是多方面的精神情緒方面的症狀 其中一件事 你知道 蛇毒在毒液方面 在身體上的症狀 通常會令到你的血管 血液凝結了 是的 但當那個症狀 會影響我們的血液凝結的狀態 通常被蛇咬傷後 你的傷口就會不停流血 很難止血 所以通常 如果需要蛇毒這種療劑的人 通常病症和流血有關 可能流血不止 或者經血不止 或者他這方面 通常是血管循環方面 血管的流通 以及心臟病 這方面 南美蛇毒 也是一個主要的療劑 應用於高血壓這種病 當然 蛇裡面有很多神經性的毒液 很明顯 一定會影響我們的神經系統 或者它影響的地方 有很多血液循環 血管的症狀 以及很多神經症狀 這種蛇毒 會令到血壓增加 也導致很多潮熱症狀 或者中風 或者心臟病 這方面的問題 蛇毒的人 有什麼性格 在性格方面 通常是活躍的人 也很警惕 很警覺性 也很靈敏 但同時 他也很多時候很尖狡 像蛇一樣 蛇很尖狡 很古惑 躲在下面 鼓鼓滑滑 通常被蛇咬傷 通常會想立刻 按住傷口 以及用冰敷 蛇型的人 通常都是熱血的人 其他人很怕熱 也有很多心臟病 如果一個人很熱 其他人的體質很熱 也有心臟病 高血壓 或者潰陽性 或者症狀方面的問題 症狀可能經常流血不止 這方面的人 你也可能要考慮到 是 好了 還有這種人 有一個很有趣的 這種人 當他有症狀 被蛇咬傷的時候 通常會怎樣做呢 通常會令人 持續清醒 不要睡覺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 有些人 如果神經線 或者神經狀態 受到症狀 如果他中風 之類 如果你讓他睡覺 他可能一睡就不醒 所以 通常人們 遇到蛇毒 咬傷後 想進入分眠狀態 一般的處理方法 是抓住人 叫他走路走路 叫他不要讓他睡 好了 在蛇毒 這個症狀 這個症狀的人 通常他的症狀 是當時 如果他一睡 就會變得更差 那時候 他可能是哮喘 他哮喘是好好的 但他一睡覺 或者進入睡眠 那個時間 他哮喘就會發作得更厲害 這是蛇狀的人 蛇毒型 這個人的主要症狀 他可能身體很不舒服 但是 他用心臟不舒服 或者呼氣不夠 但他起床還好 但他一睡下去 他人就很不舒服 所以蛇狀的人 很多時候很怕睡覺 他感覺上睡覺之後 我會更加不舒服 會更加不舒服 我知道蛇很喜歡捲在一起 原來蛇的捲通常向右捲 向左到右捲 所以蛇型的人的症狀 通常傾向於左邊方面 是一個左邊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左邊是陰險的方向 比較陰濕陰險的方向 還有蛇型的人 他發現當那些人接受這個實現的時候 有很多人很喜歡在地上爬行 你知道蛇是在地上爬行的 那些人接受蛇毒的時候 他在實現的時候 他會出現這個症狀 這些實現的人很喜歡在地上爬行 也知道蛇很喜歡身條離出來 套離的症狀 很多時候 如果一個病人在高燒 神分煎魚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低的症狀 他會身條離出來 真的像一條蛇一樣 像一條蛇一樣 這些症狀出現了 很有趣 這種人是有很多話要說的 不斷韜韜不絕 他會說說說說 譬如你跟他聽電話你就慘了 你自己不用說話 一兩個小時 你聽聽一下 你把照片的聽筒 放下也行 放下或是遠距離 你知道對方蛇型的人 像蛇一樣 不斷地說話說話說話 因為他的腦筋很快 他說話是跳來跳去的 有些人會說 我在街上走路 看到黃色的巴士 突然之間我的腳很痛 我不知上星期怎樣 我忘了交稅 他說話是跳來跳去的 他的題目是 沒有專注的 可以說是嘴嘴不憂得來 這種情況之下 有些人會看到喝醉酒 就有這種症狀 所以蛇毒的人很多時候 是醫治的那些是醉酒鬼的 於無倫次的醉酒鬼 臉紅紅 血壓高高 你看到血液膨脹 這種症型 這種表症 這種是一種蛇型的時候 當然 這種蛇型的人 都是中蛇毒的人 都是出現的血管 流血不止 所以蛇型的人 通常都可以這樣說 都是出現出血流血的症狀 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有這種情況呢 很多女性在驚奇的時候 她的流血很厲害 經量很大 還有她流血的過程中 有很多血快的出現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蛇的特質 在我們人類的特質 也有 看我們表達出來的 蛇 蛇 占有肉 占有肉 如果當你遇到一個蛇型的人 如果一個蛇型的人 愛上一個女士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走不掉了 很慘 她會捲著她 不會 如果你走 她可能會暴力對付她 有一種很占有肉 很強的時候 她的女朋友 或者太太 所有的一切都是為她自己的慾望 滿足 蛇型當然有蛇的力量 很多宗教在神話故事 蛇是代表邪惡 勢力和知識 當然 我們有這樣的勢力 有這樣的知識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說 這是蛇的本能 人類大部份都有這種症狀 我們在醫學界 常常都有蛇的代表 好像醫生的棒 有一隻蛇捲著 一隻竹象 沒錯 這是代表 在希臘的神話裡 代表救贖和治療 在基督教中 蛇捲著一個十字架 代表復活和重生 我們也看到 在聖經上講到 這旦樂園的時候 我們人是不是受了蛇的引誘 吃了禁果 所以蛇 也可以這樣說 是代表我們有一個知識 我們有一個知識 有一個能力去做邪惡的事 不要再這麼單純 蛇可以這樣說 是把我們人的低層的潛意性 這個瘦性 把它拔出來 所以蛇的陣形 可以這樣說 在森林裡 有很多情感和性慾 跟這方面的陣形 這種人通常除了奸狡 之外 他們在性方面 也很強 很多時候 在性方面 需要很強的發洩 你不可以幫助抑制他 你壓制他之後 那些人有很多症狀 但他也是一個很鬼鬼祟祟的人 經常都很疑心很強 如果有時看到一些場合 那些人圍在一堆說話 在一堆說話 他可能會覺得 你是不是在說關於我的事 這種事 總之孤獨忌心也很強 就算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他也有一種很強烈的賤友慾 以及很強的暴力傾向 嗯 好了 那些人多危險 除了地盤的佔友慾很強 也有一個生存的求生的本能 那些人如果身體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他會慢慢出現一種精神分裂 那種的 我叫做Paranoia Schizophrenic 就是一種偏執性的精神分裂 那經常都怕人會襲擊他 或者怕人追蹤他 或者怕被人陷害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蛇形的人有這種情況 這些人因為疑心很強 又會避免避困 很多時候 這些人有時出現一種症狀 他走去看電影的時候 他不會坐在中間 是 他可能坐在最後那一陣子 坐在走廊那一陣子 他隨時覺得 這個地方好像一個 很危險 很危險 隨時都可以逃跑 這些時候你會觀察到 蛇形的人有這種傾向 他亦需要宣洩他的情慾 如果他無法宣洩他的情慾 抑抑抑抑抑 血壓又會高 心也會跳 心臟病 心臟問題會出現 這種人通常有這種情意結 一種被迫害的心結 當然在表面上 你看到一些人 如果是健康蛇形的人 通常是很健談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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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你見到別人 你都會覺得他挺好的人 當然 你未曾見到他 那個 真實那一面 或者他抑抑那方面 這方面 通常覺得是 挺有趣的人 因為有說有笑 很多人都是這樣性格的人 但當然 最重要是不要讓他身體的情慾 抑抑下來 是 他一出現之後 他的症狀就會表達出來 是很嚴厲的 通常 比如好像經前症候群 很多時候蛇形的人 在經前症候群的症狀是很強烈的 當他出現的時候 他可以大發抑診 很生氣 大叫 亂丟 總之他人都很激動 因為他的驚奇想來又來不到 很可憐 很可憐 那種感覺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所以他那時候很難相處 但當他驚奇一來的時候 他人都很舒服 宣洩 即是蛇形的人 一定要宣洩 你不能讓他抑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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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 所以經前症候群 很多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 也有些人很容易出現陰道發炎 會有很多discharge 可能當這個因道發炎 身體的分泌沒有出現之前 他會覺得很不安 很憤怒 很多情緒很低落 但他一發誓之後 他便會康復 又沒什麼 或者他一有性行為之後 他會立刻靜下來 這種蛇形的人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他們的性慾也是很強的 如果他沒有這方面的宣洩 他身體有很多不同的症狀會出現 蛇形的人 除了他的性格這方面 有時候會陰險 很多時候蛇形的人 有些人的報復心很強 你不要得罪了他 你得罪了他之後 他會想盡辦法 可能當時他還未處得到 他時候一定是秋後算帳 這種人很多時候 會有這種行為出現 是 好了 我也知道 另一種型的人 我還未有時間說 就是嚴型的人 嚴型的人 身體的問題 多數都是因為情緒壓抑出現 但是嚴型的人 沒有蛇形的人那麼陰毒 通常那些人比較文靜 內向一點 但是問題是因為身體 沒有辦法宣洩出現這個問題 當然蛇形的人充滿很多恐懼 因為他是有佔有肉很強 還有他生存的本能很強 很多時候是怕被人襲擊 時不時覺得有些人在他後面 很多時候 這些人經常疑心 別人會毒害他 有時候你給他喝 他覺得喝了你之後 他身體的病病症就出現了 就因為喝了一杯 是的 所以這種型的人 因為他的疑心很強 很多時候他會很害怕 那些人會出現這些事情 或者有些歌手 那些音樂 他覺得這個歌手 這種音樂是對付他 或者有些人想控制他 在精神方面 用一些聲音去控制他 當然這個是精神病的到尾期 到精神分裂的尾期 很多時候會出現這種症狀 蛇形的人也很能喝酒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很多醉酒的人 或是醉酒的人 或是醉酒的人 或是控酒的人 加上相片 你會看到他的臉 那隻臉 整天只有臉紅紅 那隻血管 血壓好像很高 就算好像飽血管 那些人也可以說 性格很激昂 那些都是蛇形的 蛇形的 有一個症狀 就是他很怕 那些東西固著身體 很多時候 他會覺得 衣服很緊 蛇形的人很少會戴胎 因為你問他為什麼不戴胎 他會說 我很怕那些東西固著我的頸 蛇形的人很不喜歡 他覺得是無法呼吸的 當然 當一個人被蛇咬傷的時候 其中一個症狀 好像無法呼吸 是 通常那些人 他們會把衣服 把衣服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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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蛇中毒之後 出現的症狀 整個人也很敏銳 很敏感 很多時候 身體的接觸方面 他也很敏銳 那些人很多時候 有一種預感 有預感的能力 當時會發夢 發到有些事情 而很多時候 這些事情 可能最後都會發生 那 他又 就是 他是一個 我叫做 warm blood 的人 屬於熱血 熱血的人 他人是很 aggressive domineering 以及 hypersexual 通常症狀 通常傾向左邊 很多時候 你也看到 那些人 有心臟病 不舒服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 左邊胸口 會出現的問題 是 因為他很熱血的人 很怕焗 所以很多人 不喜歡去症狀 你跟他們說 我們出去症狀 不要搞我 很焗促 他們覺得很辛苦 因為焗到死 所以任何人 如果你看到一些人 他只是說 我心跳都很厲害 很不舒服 呼不出氣 臉紅紅 問他哪裡不舒服 我在左邊的厲害 你可以想到 這個會不會 是一個蛇型的人 如果一個人 是左邊的問題 如果是怕冷的人 他鱗型的人 比較多 如果他怕冷的右邊 可能是石蟲型的人 或者是山埃型 山埃型 山埃型去討論過 很多時候 蛇型的人 通常看東西 都是很負面的 可以這樣說 他是比較上 世界觀 比較負面的世界觀 很多時候 很容易跟人吵架 很容易跟人吵架 尤其是 當一個女性 走入筋形期的時候 這種症狀 可能會震更加厲害 很多時候 我們遇到一個人 有筋形期的症狀 他人很敏鎮 很惡毒 經常罵人 臉紅紅 又怕熱 經常衣服要拉開 我們立即考慮 這是蛇型的症狀 可能用蛇型一劑 幾劑就完成了 蛇型的人 有什麼喜好吃東西呢? 他喜歡吃蠔 吃蠔是整個生吞 好像蛇 蛇吃東西整個吞 沒錯 他喜歡吃蠔 喜歡吃澱粉質的食物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容易出現的 可能 那隻腳 可能會出現 那隻腳 灰爛 或者腳板底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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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的時候 可能出現 會變得 又藍藍磨磨磨 又熱 又有臭味 傷口 好像不好 動了一點 就會出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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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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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遇到蛇形这方面的人 我们都看到蛇形的人很怕睡觉 他觉得我一睡觉,我就会一失睡不醒 有时候他一睡觉的时候,呼不住气 突然要执起身,心跳都很厉害 或者他起床的时候,睡得头痛又很厉害 很多时候他早上起床,那人的状态是很差的 这就是一般蛇形的人 有时候他有一些腎石 当然腎石加上这种性格 腎石经向左边身的腎石 蛇形这种症状的机会就更加明显了 在临床上我们遇到的情况 都是血管的问题,血液循环的问题 经前症后群,高血压 还有很多心脏症状 还有精神情绪方面 好像那些精神分裂这种症状 很多时候我们都考虑 用南美蛇毒 Lekesis 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工具 很有趣的 真的,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我们稍后回来会有下一节 稍后见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了,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啦 袁医生,这个节目 我们会跟大家解答一些email 听众朋友的 首先,多谢你的时间 或者我读一读那个email 我们在3月29日收到Patrick有一封email 他说袁医生,你好 他也很感谢袁医生,你对《自然疗法》提供了这么多资讯 他自己本身已经35岁 由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十多年 他自十多岁开始就患上了香港脚 一直断断续续 他也有用不少的药膏或者药粉去帮自己去查医疗 但似乎成效也不太大 后来就没有坚持 他也没有坚持 就放弃了 而香港脚的情况还时好时坏 始终都没有办法跟治到 以他所知,香港脚的成因 都是因为菌类所引起 和濕疹等等 由内而外的皮肤病有所不同 就想请教一下袁医生 自然疗法或者同类疗法 对香港脚会不会有什么治疗的办法 医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帮一下Patrick 很有趣的 其实在学名上 香港脚不是叫做香港食物 是叫做Athlete food 也叫做Tenia pedis 是一种抹菌的 通常在一些潮湿 或者暖的地方出现 所以我估计他去到加拿大 这麽多年 这个问题仍然困扰 他应该去温哥华的地方 多于多伦多 因为比较濕 多伦多是有时候很干燥 所以可以这样说 一般来说是挺常见的 是 大致上 十个人里面 有四个人都会有这种这样的问题 这种皮肤的问题 大多数是男性多 那这种毛菌 通常是靠我们的死皮 和我们的脚枕 那方面来吸收这种营养 通常会在脚趾和脚趾之间出现 很多时候最典型的症状 它会在第三第四个脚趾之间 那麽特别的 有时候你打开 你会听到有皮肤症状 你抹开来 觉得它濕濕濕濕濕 有红 有点发炎 有痕 有痕 有脱皮 或者有些水泡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 那 通常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经常有这种症状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当我们吃了太多的抗生素 就是滥养抗生素 那将我们身体的很多益菌 就是破坏了 那会令到我们出现 很多毛菌 这种症状 那也有些药物 还有电疗 这种都会导致 我们身体的有益菌 是消灭了 那所以就会令到 这些毛菌 就可以有空间出现 可以这么说 在潮湿的天气 或者很多那些 那些近衣室 那些运动地方的近衣室 或者游泳池的地方 就是地下濕濕濕濕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 这种毛菌的电路散播 很多时候都很容易传现得到 那好了 那我们也曾经这么说 尤其这位Patrick的经验 他35岁了 十几岁开始已经有 是的 可以这么说 搞这么久都没搞定 是的 根据不到 那他当时 他虽然用的方法 都是用外敷的方法 那可能他所谓用的药膏 都未够见效 那很明显 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可大可小的 是 不是一定很简单 可以处理得到 但是 有一个工具 在我们的医疗界 在起码自然医疗的领域 都供应对那种毛菌的症状 是最有效的 是的 也是一个主要是外敷 但是也都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内服 甚至注射都可以 那这个什么工具 这个工具 是叫做DMSO Dimethylsulfoxide 这个液体是一种油来的 这种液体是一种溶液来的 在我们制造纸张的工业里面 是一种副产品 通常在树木里面 是一种能够抽取出来的一种液体 是 这个历史也很长久 也可以说是对毛菌的问题 皮肤病是最有效的 是 有一种叫做Fungal Rod 是那些军人在森林里面 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你也知道 那些虚又好 会死 然后很濕 是 很多时候 他出现这种 的毛菌 是很难医的 是 唯一一个真正有效 就是这种工具 叫做DMSO 是 那这位朋友Patrick 如果他是在加拿大的时候 是 那在温哥或多伦多 如果他去那些 去一些 去一些 药物市 或者去那些健康店里面 如果你去问他们 他也有机会买得到 这些工具 哦 只可以买到 叫做DMSO Dimethyl Self Oxide 如果你真的买得到 这些工具 你就用这个来查 是 那就是 尽量有机会多用 查 那一段时间 在我经验来说 本身已经是 差不多最有效的工具 OK 也有些人 有灰甲 你知道灰甲 是更加难医的 是 以处理灰甲 我都发现DMSO 是最有效的 哦 如果你真的有灰甲 通常你先把灰甲里面的 那些脏东西 就是夹很厚的 是 删很多皮蝎 将它清净了之后 是 就将DMSO 就滴下去了 是 DMSO的滲透力很强 OK DMSO除了在香港脚之外 对那些痛症 对肌肉的劳损 腰背痛的效果 亦都是惊人的 哦 我大家都记得 曾经美国有一位 好像阿里巴马州的 Governor 是 那他也是 参选期间 被人刺杀 是 是 那他就伤了脊椎 那他就常常要坐轮椅 那当然 长期坐轮椅 都导致 那他的腰背 常常有种种长期的痛症 是 那他结果都用DMSO 查 外服 就是外用 外肤就处理了 控制得很好 哦 所以DMSO 如果大家有些肌肉的劳损 或者扭伤了 关节炎 DMSO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哦 我相信 我暂时 经验上 觉得这个最好 那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 也有一种 对那个 摩菌 很有用的 茶树油 是 听过 听过 很多人都会想过 如果有机会 都会懂得用 有时候 如果你觉得 用DMSO 加上茶树油 可能效果更加好 你可以先滴茶树油 再滴DMSO DMSO其中的作用 是将其他物质 可以带入身体内 因为滲透力很强 如果你需要用DMSO 处理关节炎 肌肉劳损 肌肉痛 那些 你就不需要像药酒 那麽搓它 是的 它的质感 好像一些油 好像很稀的油 那种感觉 但它滲透力很强 是的 一般我们的经验 这些病人用的时候 它有时候 擦得很久 可能有少少皮肤 有少少痕氧 那如果真的痕氧得太厉害 那你只好停一停 休息一下之后 平复了之后 就再溶回 通常这些痕氧的过程 都是很短暂的 是 就不太担心的 是 那这个是我的经验里面 对香港脚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除了DMSO 那个T tree oil 那种一种 就是胶性银 你知道胶性银 是一整个百元的历史 那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那对付病毒 细菌 细菌 也都非常之有效的 那胶性银 那胶性银是一种液体 是 有时你可以用一些噴瓶 是 是 Spray bottle 就是噴在那里 是 那好了 那黄菌很多时候 是跟我们抗生素濫用 就是有些人 可能因为过去 是习惯有什么病 就看西医 用了很多抗生素 那发现呢 它就很容易倾向这种 这样的 就是香港脚 抗菌的症状 那我们当然 主理腸胃的症状 那我们当然 吃到一些益菌 吃到一些 那些蒜头大蒜 那这些呢 也都帮助内部处理的 那我们公司呢 过去呢 都很几年来 有一个新的工具 是叫Tennerbit Tennerbit 它有几个成分的 那有一种 叫Sinktennis 一种新的 甲酸 的一种物质 那通常呢 是一种瑞典的 Burge bark 一种树皮里面 是抽取出来的 那它也有其他的成分 是那个 Lotus ricin 就是那个 莲子根里面 莲根里面的 一个成分 一个Cobaccio Cobaccio 是一种草本的植物来的 那通常呢 我这些是内服的 就是我遇到有些人 比如整天练猪菌发炎 很多毛菌 整天都是搞来搞去都搞不定 那我们需要的是 女应外服 那就是 当然皮肤问题 DMS 很容易用得到 那如果发现 整天练猪菌很厉害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够 用DMS 塗入阴部 可能会觉得很痕 会很怪 那就不要用这个方法去塗 那但是呢 可以吃了Tennerbit 这是一种新的工具 嗯 那当然呢 基本上呢 大致上我都希望 那些人呢 基本营养打得好些 譬如维他命B杂 维他命C 升啊 这些这样的营养素 维米加三 三六九油 那这方面呢 维他命E 都可以这么说 都是有帮助的 那始终呢 你看到 Patrick 这个问题 都糾纏了这么多年 那所以一定 他用的工具 可以这么说 是未足够 不是说什么 不是说一定没有用 那草药方面呢 我有一种热带雨淋的 就是南美洲的Pordaco Pordaco 是一种可以说 增强免疫能力的草盆药物 是 那有时候可能有茶包 有时候草药 就是可以沖茶 可能滴剂 看你买到什么 都ok的 那 也都呢 我知道呢 大蒜呢 山蒜呢 是可以杀菌 对毛菌的 那有时候呢 你不妨呢 是将这些蒜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在鞋那里 穿鞋那里 它慢慢滲入你的皮肤的 那你就是 切几片也好 或者有大蒜粉 滲到鞋那里 那这个滲了几天呢 那也都身体呢 是可以吸收这些 那个蒜那方面的东西的 那也都可以呢 就用 醋 苹果醋 或者便宜些的白醋 那一半一半呢 来到呢 就混水 是 每天是浸一下它 就是浸着脚 嗯 浸一下 来到浸脚 那浸了之后呢 就快快出嘴 要抹干脚 不要被它濕 那再塗一些呢 橄榄油啊 这方面都有帮助的 那有时候 哎呀我都不知道 到哪里买醋啊 白醋也不知道 是否买不买得到 那也都可以用呢 是海盐 海盐来浸脚 可能每天 不断 就是重复地浸 每天浸幾次 浸十分钟 那也都对这方面 那个香港脚 是会有用的 嗯 很简单 这些方法都 那那除了茶树油之外呢 那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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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野草 那最容易见的 就是 那麦文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太过 就是太过普及了 很多人到的地方 买了都不能买得到 那麦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橄榄油精华素 那橄榄油精华素呢 那橄榄油精华素呢 也是发现呢 对那些 微生物的感染呢 都很有帮助 那橄榄油精华素呢 通常用来饮用的 是 就是一种甜甜的 挺好喝的 那很多时候呢 我都建议是用一些 有些伤风啊 感冒这方面的症状的 好了 那当然 个人卫生很重要 是不是 最重要呢 那只脚呢 要保持干爽 洗凉之后呢 就好好的呢 就是抹干它 尤其是 脚趾和脚趾之间 脚趾那 那样 那当然呢 那些 那些毛巾呢 用了之后 都好好的呢 就是要清洗它 不要测太久 那还有呢 那些蜜 那些蜜呢 最好就是用那些 就是棉蜜 那容易保持干燥 那好了 那鞋和那些蜜方面呢 都是呢 就经常洗啦 那有时候呢 可能呢 用那些漂白水啊 是 来到洗这些蜜 那这方面的 ok 那当然呢 小心啦 不要去那些 那些 隔衣室里面啦 那不要赤脚走啦 那那尽量呢 是自己 穿自己的鞋啊 穿自己的那些 那些拖鞋啦 那那当然啦 那很多 公众的地方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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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些 就是会供应那些拖鞋啊 我相信他们应该懂得处理 一定会经过一些特别的消毒 或者用漂白水清洁后才可以使用 总之在这方面大家都要留意 希望加上这个情况之下 patchering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真正彻底解决了 有很多方法 背后不要记住很多抗生素药物 可能会导致你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更加容易 希望可以解答patchering这个问题 多谢袁医生的解答 另外还有另一位听众朋友吴小姐 我们在3月30日收到他的电邮 他说袁生 你好 其实他本人以前曾经试过有幽门螺旋菌 那些症状就是他自己会有很多胃气 而且经常觉得胃很不舒服 当时他有入院是照胃镜 医生亦有开抗生素给他吃 但其实他很怕这两种治疗方法 因为照胃镜 他会觉得胃部很害怕很容易受伤 以及吃抗生素 吃了一个星期后很过一会儿 但之后又开始说经常有胃气胀 和顶着的感觉 亦都觉得可能那些幽门螺旋菌又再发生 又再出现 很想请教袁医生 可不可以用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或者中医疗法 去根治这一方面呢 医生可不可以解答这个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不可能等你解答完这个 我之后再读 他有两个问题 先解答他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听过了 现在幽门螺旋菌 在七年代澳洲有两个医生 发现了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 那些胃固痒、腸炎 原来都是因为这种菌有关 曾经就以为 这两个医生好像因此而拿了诺贝尔奖 他发现了这个所谓的起因 当时我们都觉得 原来所谓的胃固痒 不是只是跟压力有关 过去整天打算是压力 情绪压力、工作压力 发现了这个幽门螺旋菌 他觉得原来是一个细菌 搞定它用抗生素 早期大家都很开心 以为是从此搞定这个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 入肝炎之后 发现很多人 虽然吃了一轮抗生素 初初吃一种 结果最后吃三种 很多人都好了 吃了之后似乎好了 好了一段时间 但慢慢地又复发了 在我们的自然腰里 常常很强调 我们身体的病 都是环境因素很重要 就不是一个细菌 不是细菌致病 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是物先父 而又重生 所以虽然 你是找到相关的优门螺旋菌 但是结果 就算你杀了这些菌之后 你得来的改善 都可能很暂短 因为如果你本身胃的环境 是不改善的话 其实这个优门螺旋菌 这种胃气 胃溃羊 其实会重复出现 所以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都很强调 最重要是 要将体内的环境去改善 就不是只是硬 就是杀杀杀杀滚 然后把这些菌杀杀杀杀完 就完成了 好了 现在测试幽门螺旋菌 以前就是抽取胃液 化验 现在有一种新的工具 就是由口气来抽取 来化验 准确程度 我相信应该都可以 但是 记住 只用矿生素来杀这些菌 效果都是不长久的 所以我们一向很强调 用另外一些更加好的方法 自然的方法 起码不会因为矿生素 吃得多 又搞出毛菌 香港脚 念珠菌 这些后遗症 好了 在自然医疗里面 我们有什么处理方法 其中一种我们都要考虑 有没有食物的因素 例如食物敏感那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常就发现 就是那个乳类的食物 是很容易导致食物敏感的 是 所以你在这方面 譬如有时候你吃了之后 特别觉得胃气多 或者土舍 这些这样 那尽量就割了那些乳类的食物 奶类的食物 芝士 乳酪 牛奶 这方面的食物 是 还有喝多一点水 有些人 有些人常常常 胃痛都很厉害 是 口痛都很厉害 原来发现很多时候 那个问题都是我们身体缺水 所以处理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不断的喝多一点水 尤其胃固痛都很厉害的时候 你手上什么都没有 或者你试过很多抗酸药 那些特效药都不行的时候 考虑一下 就是喝多一点水 你喝三杯滚水 可以处理急性的这方面的胃炎 当然 麦先赴而后 重新 在前医疗认为 很多病的起因 都是两个方向的 毒素内聚 和营养不良 那视乎每个人的体质 每个人的病 表现的方法 就会不同了 那虽然那起因 都是一样的 毒素内聚 和营养不良 所以 简单来说 营养补充剂方面 就是一个大腦的 多种维他命抗物炎 先打到底 亦都是一个益菌 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我们不用用抗生素 用Probiotic 不是Antibiotic 用益菌的治疗 将我们身体的 腸壮的环境 处理回来 那也都有一种 如果里面有一种 绘扬 胃液 好似受伤 这些感觉 那样吃那些 酪汇汁 喝酪汇汁 亦都是很有效的工具 还有是叶绿素 市面上 有时候 你会买到叶绿素的丸 或者叶绿素的滴剂 那样 你都可以 用这个方法 当作一种饮用的方法 来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之外 草药方面 亦都有 那个 我叫做 licorice 即是那个 甘草 那现在有一种甘草 是一种特製的 在我叫做 Deglyceride resalinated 的licorice 那就是特别的 制製过的 那也都对我们 那个肠胃 那方面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另外一种 叫Slippery Elm Slippery Elm 是一种草药来的 那也都帮助我们 舒缓 那个围壁 这方面的不息 那在我们的产所里面 我都发现了一种 有个工具 是比较新的 所谓特效的 的处理 那个胃炎 那它那个牌子 名叫Gastro-Ease Gastro-Ease Plus 那样的成分 有个Masticum Masticum Masticum 是一种新的 薯胶 植物胶植的 那加上 那个甘草 和Roman Chamomile 和Marshmallow 这四个成分 那这个呢 我们发现呢 效果呢 是又非常之好的 那当然 那这些呢 都是一种 就是处理那个环境 先 将物先附义 而又重新 那同路疗法呢 亦都很多疗剂 那当然这个呢 就是要那个 根据化症状 要跟进那个症状 那个人的症状 那我们现在 在我们那个 这个我们的 网台 不断呢 会和大家 介绍呢 是不同的 同类疗剂 那希望呢 不久将来呢 这方面 这方面的知识 越来越丰富呢 你很多时候呢 都可以为自己呢 找到自己 适用的 同类疗剂 那我们一般呢 就是 胃痛啊 胃不息啊 搞痛啊 或者一种 作呕作梦的症状呢 它主要的疗剂是Nux Vomica 那Nux Vomica 这个疗剂呢 是在文明人呢 是经常使用的 是 通常在文明生活压力之下呢 很多人呢 是需要Nux Vomica 这种疗剂的 是 那大家 那个串法呢 就是NUX Nux Vo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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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x Vomica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比如在外国 在欧洲国家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可以去到这些药店里面呢 通常呢 有同类疗剂的 你可以找得到的 那你买到之后呢 你自己都可以企图 试试这种方法 那自然医療的工具 就好处呢 就是它不会有副作用 它最大不了就是 无效的 但是它不会有些什么 不良的副作用 那也都不会抑制症状 那这个呢 我想是可以 吴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OK 吴小姐有另外一个问题 对啦 其实 是的 她都很乖累 很关心妈妈 她说她妈妈间中呢 都有这个牙筋发炎的 那而西医呢 就只懂得用抗生素去治疗 那当然啦 她自己本人也都觉得 用抗生素去治疗呢 只是很短暂 又怕伤肝 那如果妈妈真是再次 牙筋发炎的话 那真是不知道 怎样处理 就想请教袁医生 那也都是啦 看到了 我们的听众 我们都说 很多人的经验都是 都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东西 西医很多时候 只是用杀菌杀菌杀菌 是的 那自然医疗就是 扶症的 不是拘邪 那麽简单 是的 西医的手法 中医所谓的拘邪 就是杀菌了 但是跟大家说过 很多很多抗生素的滥用 是已经导致现在很多 抗药性的菌出现 那麽呢 亦都出现很多很多 不同的副作用 包括黏珠菌发炎 和很多抹菌 这些症状 那当然呢 伤肝啊 然后这些问题呢 我相信这位 吴小姐都提及了 是 好了 那我们牙筋发炎 那其实呢 都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那也都可以这样说呢 是导致那些人 是牙齿剝落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所以呢 牙周病也好 有一种两类 一种就是 Gengen Vitis Gengen Vitis 可以说是牙蚁发炎 比较多些的 牙筋发炎 是 那当然 这个症状呢 就好像 那位吴小姐说 不小姐妈咪 那整天都会 就是会 出现 那个应该可能会 会肿胀啦 痛啦 那同时呢 就很容易 很容易流血啦 你拆牙的时候呢 很容易这方面的流血啦 那可能 那可能严重一些 可能会口气啊 那另外一种呢 那我们叫牙周病 叫做Periodontitis 这类 那这种呢 那这种呢 比较深入一点的 那很多时候呢 是会导致牙齿 脱落的 是 那很多人呢 年纪大的人呢 他那个 牙齿 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 他脱牙呢 就不是炸到烂了 是 某个年龄 是会有出现柱牙 到那么上一刻之后呢 其实柱牙 就反而会少的 那导致那些人呢 真正的牙齿 脱落了呢 通常呢 都是那个牙周病的 是 那所以牙周病呢 就不能轻视 因为真正的要好好地处理 那同话呢 牙周病呢 和另一种问题呢 都很有关联性的 他发现呢 他其中有一个 抗衰老的研究里面呢 他就跟踪 1231位男士 那他发现呢 如果这位男士 如果他是有牙周病的人呢 他死在心脏病的 机会是高很多的 哦 有关系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们牙周的问题呢 在背中呢 是有很多 就是很多的毒素呢 是我们牙床牙周里面呢 是不断地来到 就是 就是真身 那也都是毒害我们的身体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牙周病呢 其实呢 背后呢 会影响我们很多身体上的健康上的问题 那好了 那怎么处理呢 那这样 那 那 简单些的方法 我用这些方法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应该你大部分都有机会 就叫做用油 浪油 浪油 浪油呢 浪油 是 那这样子呢 牙浪的油呢 就口材会好一点的了 是啊 把口浪的油 浪油呢 就是这样呢 你可以用一些简单些的 橄榄油 是 也都有一些听众 我们这些病人 经历的用过 他就说呢 那个椰子油的效果很好 那浪油的做法呢 就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 我自己都是一早起床呢 是 我第一件事呢 就去厨房呢 就倒一根油 是 那我有时呢 就倒那些 那个芝麻油 那当然芝麻油呢 就不是中国人那些 那些调味那些 那些 那些调味油很厚的 就是很稠的 我用那些西式的那些呢 那些芝麻油 或者用椰子油 或者用这些油呢 就一汤羹 一满汤羹 就在口中 接着呢 你就把这些油 拙在牙縫之间 是 好像朗壁 那样 不是这样含在口中 那样 将那些牙縫里面 来到不断地拙进去 是 不断地拙拙 拙上面 拙下面 拙左拙右 那样 通常呢 你做它大概20分钟 就是时间妥长的 是 那通常呢 做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考虑你最多可以 去洗手间 拔花厕所 看下书 看下书 或者呢 你可以去看下书 你刷牙子 一定不是这个时候做 洗面都难做的 那也有些人呢 可以趁这个时候 洗一下涼都可以的 是 那总之呢 一大家赶上班 我都了解了 那有时候呢 就是未必抽到20分钟的 但是时间要长的 那 将油拙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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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 那之后呢 你的口的油是越来越多 那当然因为口水 也加上油 那你就要套出来 那你就要套出来 千万不要吞下 因为这些是很毒的 充满毒素的液体 那你套出来呢 你初初你做呢 你会发现 那套出来的液体 都是白散散的 口水更多些 那代表呢 那是毒素是多了 是被你拔了出来的 那就是 你做了一段时间呢 你会发现呢 那些套出来的液体 是没有那么白的 可能是黄一点的 黄的 黄的多一点的 那在洗衣服之后呢 那就是 身体的毒素 是不断地来到减少了 那记住呢 有机会呢 去尽量用这个 这样的 浪油的方法 那如果你说 我早上 不时间很趕速啊 没有办法早上做呢 那可不可以 其他时间做呢 都可以的 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的 OK 那也都不需要 事先拆了牙 因为那些油呢 就是拿了之后 那些牙呢 口感就很油的 那你都需要 再拆牙的 那通常我们用什么呢 那当时呢 就用梳打粉了 就用梳打粉 梳打粉去油的能力 是强很多的 那所以呢 我会建议用梳打粉 那也都梳打粉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治疗工具 包括医癌症呢 梳打粉呢 是可以有这种效果的 哇 真的是 那医大利呢 有位医生呢 最近出了一本书 那他就教人呢 如何用梳打粉呢 饮用或者注射呢 是于很多方面的 癌的这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呢 大家有机会啦 那在这个情况呢 就是拆了油之后 20分钟拆油之后 那就再用梳打粉来 来拆牙 是 好了 那牙周病呢 还有什么主理方法呢 就用不断的 那牙来做牙育按摩 那简单些来说呢 拿着手指 塞在口里面呢 在牙育的方式呢 不断的来到 去按摩 来扫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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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那个牙育呢 即是加强了 加强了血液循环呢 那那这个方面呢 就应该是好 就是一个好 很有效的工具 那当然呢 營養不良、毒素內聚 我經常都很強調 這是導致我們人的健康問題 營養方面 我們除了飲食方面 儘量減低一些煎沾熱毒的食物 精煉的糖分 或者任何食物 吃完之後 例如麵包、澱粉質 吃完之後牙齒黏著澱粉質 這反而令牙周問題 豬牙的機會更大 吃多些高纖維的食物 紅米、糙米、蜜包等 還有蔬菜方面 尤其是沙律、新鮮的蔬菜 每餐都吃少許 吃東西就盡量口咀多些 不要太狼饞苦厭 慢慢咀咀咀咀 將食物咀咀到 不用再吞 像水流進去 這就是最有效的進食方法 營養方面 抗氧化劑 還有胡蘿蔔素 維他命C、維他命E 維他命C、維他命E C、維他命C、維他命C 和星 這些都可以幫助牙齒 牙齒、牙齒、牙床方面的健康 是 Cocutin 亦都是一種增加細胞的養分 亦都可以幫助牙肉 這些都可以幫助牙齒 這就是營養補充劑方面的處理 除此之外 我亦都可以用草本的植物 例如芦蕙汁 芦蕙汁 芦蕙汁也是幫助我們身體用 或者可以製造芦蕙 浪厚用 當然這些一定要飲用得到 還有是紫椎花 紫椎花是一種草藥 證實抗菌方面的療效是很高的 還有一種叫草藥 草藥藥 亦都可以把牙肉收緊 這些都是一種很有效的工具 除此之外 視乎每一個人的特異症狀 有時我們都會配搭 用同類療劑 常用同類療劑 例如水銀營 水銀營的症狀 口腔潰爛 口氣重 牙肉腫脹 流牙血 這種症狀是水銀營的 人種了水銀毒 很多時候 牙肉都會呈現藍藍 灰灰 口氣重 口水會多了很多 如果我們遇到這個症狀 我們會考慮 加上同類療法 在這種幾種自然醫療的工具之下 我相信牙周的問題 是可以徹底解決得到的 很多謝醫生的解答 很詳盡 希望能幫到這位 吳小姐聽眾朋友和她媽媽 這一集很感謝醫生的分享 我們了解多了很多 關於同類療法和自然療法的知識 謝謝你 袁醫生 好 我們跟聽眾朋友說聲 拜拜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首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www.natural.com.h www.natural.com.h www.natural.com